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19年12月6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刚刚发生的消息 就是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前吧,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一个海军基地 这个海军基地呢,有一个飞行员的培训基地 在这个培训班里面,有一些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飞行员的学员 这些学员呢,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在今天 突然就有一个学员,他就在教室里面拿枪打死了三个人 后来呢,就有警察赶到了,经过报案以后警察赶到了 但到了一号呢,还有另外八个人受伤 其中就包括两名警员 但是这个杀手呢,这个枪手呢,现在已经被击毙了 他是拿手枪来行凶的 我看看啊,打死的三个人都有谁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马上就给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打电话 问他怎么回事啊 然后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呢,就表示说也非常的奉慨 这位学员,他是一名军人啊 这些个学员都是沙特阿拉伯派来的啊 跟那儿学习飞行的,美国训练他们啊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之前曾经有土耳其也派一些飞行员在美国进行学习 因为那会儿美国要卖给土耳其那个F35飞机 所以他负责培训他们飞行员的 后来因为土耳其他买了俄罗斯的武器,对吧 买了俄罗斯的那个S300 后来还要买S400,那美国人非常生气 就把土耳其的那,就取消了卖给土耳其F35飞机 同时,土耳其也是一个承包商 就是和美国合作来开发这个飞机和生产这个飞机的 然后就取消了跟土耳其的那个合作那项目 然后呢,就把他的飞行员就赶回去了 全都赶回了土耳其 那他们是呢,美国所有卖给别人的飞机 他都负责培训的 这个沙特呢,也是一样的 那这些人呢,就在这儿培训 没想到出了这么一个事 那国王呢,说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就向美国保证,这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沙特阿拉伯的行为 并不代表他们的态度 沙特阿拉伯是爱美国,爱美国人民的 这是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在电话里面跟川普的一个表态 而且这国王呢,就表示说他命令所有的相关沙特阿拉伯方面的相关的人员 一定要积极配合美国方面对这个案件的这个调查 这是川普在他推特里面发表的 现在呢,这个事件还在进行调查当中 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恐怖分子 现在还不知道,为时过早 现在美国的官方呢,就公布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消息 那为什么说沙特阿拉伯派来训练的还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的吗 沙特阿拉伯不是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好吗 会呀,会呀 就是之前炸美国911那个双塔的那些个飞行员 他也是在美国受训的 他就是在美国受训的 那会儿美国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些人是在美国受训的 美国人训练了他们 而且那些个飞行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也是来自于沙特阿拉伯的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低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美国呀 美国呢,得罪人太多了 他们的敌人太多了 他们自己就知道他们的敌人很多 所以呢,他们就特别的小心 以前呢,说实话啊 我跟大家说实话 以前呢,我和一些个海外的那些 嗯,怎么讲 比较宠美的 国内或者国外吧 那些个比较宠美的那些人呢 嗯,一样的 以前我对美国的看法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正面的 我就觉得呢,这个世界上能够和平 还多亏了有美国 因为美国它能去控制那些恐怖分子 它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一个平衡 让有些人呢 让有些国家一些邪恶的力量呢 不能得以滋长 美国是主持正义的 我以前就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现在我认清了美国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它运用它的这个霸权 来霸凌别人 来欺压别人 欺压那些个 对它 欺压那些不听它的话的 不拍它马屁的 只要是不听它的话 它想怎么欺压你 就怎么欺压你 怕它把你欺压到死 这呢 就是有一些恐怖分子产生的原因 因为它有一些种族啊 有一些小的 小范围的一些个人群 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他没有那力量和美国去明着抗衡 就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现在受到美国的打压 真的都只是呢 只有还手之力 只有防守之力 毫无还手之功 甚至于就是防守的之力都没有 就被美国打压的呢 步步被动 步步挨打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我们的经济已经这么强了 我们的军事也这么的强了 中国的军事现在是世界老二 第二位的 除了美国就是中国 但是呢 毕竟中国和美国之间还差着很大的一块距离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尽管差着很大的一块距离 他美国也不敢打中国 但是呢 这个流氓和绅士 如果你在一块 你是这个身世呢 你是没有办法去战胜这个流氓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讲理 他根本就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你怎么跟他讲理啊 你怎么能战胜他 整个夏天我们就看香港的这件事 对不对 如果你就用打杂烧这种办法 而警察如果不能放坑了去镇压他们 还要顾虑来自于西方 来自于美国的那些个制裁 对不对 那你就连暴徒你都制服不了 你更何况像美国那么强大的 没有人中国都跟他没有办法 都步步挨打 你想想 你想想那些弱小的 这个世界上 对吧 一些弱小的人群 他们怎么办 所以呢 他们那些人会有反抗的 那些人是对美国是恨之入骨的 就算是在沙特阿拉伯 他不排除沙特阿拉伯 他本土里面 他也有一些人 因为他民族的原因 他就是恨美国的 他就那样反抗之心是不死的 他寻求各种的机会来对美国进行反抗 911就是他们的一个反抗 对美国的一个反抗 他们的目标并不是那些无辜的人 他的目标是美国霸权 那这一次呢 在佛罗里达 这个沙特阿拉伯军方派出来的 这个飞行学员 如果他是一个恐怖分子 也不排除他这个神经病呢 对吧 现在你要说是恐怖分子就为时过早 美国也没有说他是恐怖分子 但是美国的第一反应是 他有可能是恐怖分子 就是他们定义的恐怖分子 就是跟美国有仇的伺机要对他们进行反击的 这美国定义为恐怖分子 如果他是这么一个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他就是受了美国的压迫以后来进行反抗的 他没有正当的手段 正当的手段他打不过美国 他只能用这种方式 他的目标呢 并不是他要去杀的那三个人 更不是后来来抓他受了伤的警员 他的目标就是对美国进行反抗 对吧 当然了 当然了 每一个人都应该旗帜鲜明的来反对恐怖 来反对这恐怖分子 什么叫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原因 他要发泄他对一个政府的不满 但是呢 他把这个发泄的对象放到了普通民众的身上 这就是恐怖分子 今年夏天的时候呢 为什么中央就把香港的暴徒定义为恐怖分子 因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他的政治目的诉求是针对中央政府 针对香港政府的 但是他们滥杀无辜 他们有的时候呢 根本就是无差别暴力 所以说这种无差别的暴力 就叫恐怖分子 那些新疆的 那会儿在昆明拿着刀满世界去砍 以至于呢 让民众对于那新疆的脉切膏的都害怕 因为他们就会无差别的来砍人 他们的新疆乌鲁木齐 然后他们搞那些炸弹 那都是无差别的 这些都叫做恐怖分子 那美国所发生的 今天所发生的 这件事情 它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是这个人是一个神经病吗 十有八九 他不是一个神经病 很快这件事情呢 会有一个结论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当他有结论的时候呢 我会再次向大家报告的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